我们来用欣赏的眼光来关注本场男双决赛 好球 周一是目前这个乒乓球最高水平的对决 这个球许欣挑一板 但是王鼠欣这边反应迅速 好的 这球还有继续防守 就是打到这个份上 逼到了马龙喜气退到远台 相当的凶狠 马龙刚才这一板已经是竭尽全力在顶 今天我们看的就是从开局来看 凡正东王储清 手热得更快 进入状态更早 更重要呢 他是坚持在进台 将马龙和许欣逼到中远台 逼到马龙许欣退台 让马龙喜气退到中远台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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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主钦反手拧拉下网 这两队组合都是左右 王主钦是左手 班震东右手 但是班震东王主钦是两个横板 马龙是一直一横 班震东王主钦今天打得很积极 只要有机会就抢上手 6比3 漂亮 接发球控制得很严密 直接到了洗心的一个正手大脚 确实比较被动 确实被动 班震东和王主钦 其实从年龄来说 也比较接近 一个97年 一个2000年 而马龙 许钦都是年过30了 可以说基本上 这也是两队选手之间的对决 很明显可以看到 现在 梵震东 王主钦 他们的打法更为先进 好球 不错 逆境当中 现在马龙喜心 也在不断地总结经验 就是不能过早地被对手逼到退台 看一下 这个梵震东 这个表情很丰富 接发球抢攻 加马龙喜心 逐步是找到了比赛的感觉 现在追到7比9 8比9 双方也是你来我往 可是对于马龙喜心来讲的 因为这两位都是以小球控制好而著称 所以他们一定要在发球上做文章 要控制对方 不能让王主钦和梵震东轻易地上手 继续走短球 跑到 哇 这个球 这样的角度能打出来确实是 让观众看得非常的过瘾 我们看一下 这个球带拐非常明显 这样反正的王主钦 还是率先拿到了局点 虽然马龙喜心的这个追势凶猛 不过这一局依然是有悬念 接下来樊正东的发球 连续控制 喜心主动上手 双方实力在伯仲之间 像这样的高手对决啊 又是棋风对手 确实呢 这是乒乓球最高水平的一种享受 漂亮 樊正东的杀板 但是刚才这个时候的失误啊 因为你该出手也是不能犹豫 王主钦发球 很可惜啊 就关键球呢 连续出现了失误 本来这一局 樊正东王主钦呢 是大比分领先 但是两位老将真是有韧劲 硬生生地实现了逆转 这样马龙许心是一比零领先 反拉就反拉了 对 其实如果你们看见的话 该去的时候点直线也可以 下一局里面 我们俩打他们俩 就是说吧 另外一只手的时候 你可以打扰直线 好 上一局他们俩 都是过不过 它是弄比较多 这边在这儿 周围的球连续 给到旁边的这些 你这些球可以给点 你还满的 周围没有机会 基本上我也就保护一点短球 对 保护啊 还有什么 我说你给我烦死 你看他人 那一下就完了 对 没问题 比你这不要强测 强测被人板拉 那我掉你一下 他那边围一下 你再打 没关系的 好吧 短球摆不住不要硬摆 搁一下就可以了啊 哎呀 就把后面转据了一点 好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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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好 安心 好 安心 好 安心 好 第二局 反正东网组 好 安心 0 比0 好 安心 好 安心 好 安心 经历了第一局的强势逆转之后 看看这个第二局 其实第一局对反正东网组亲来说 还是比较遗憾 好 安心 好 安心 好 安心 漂亮 对于马龙和许新来说 其实他们还是应该在 小球的控制上 在发球上多做文章 这也是他们最大的优势 如果说是双方展开对攻 可以说樊振东和王楚清 是丝毫不落下风 这个球又是喜新 经常在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 能够防守反击 好嘞 漂亮 彼此都是在线路上做文章 因为都是属于左右配 所以左右配 从他们跑位来讲 规律是差不多 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八字形的 这个击完球之后 朝这个反守卫的斜线方向去跑位 漂亮 漂亮 看一下樊振东 这一板 提前预判 因为刚才这一板被樊振东防回来 所以差不多同样的线路 就使得许新下意识地在 加强力量 但是一旦再加力的话 就容易出现失误 现在马龙发球 好的 虽然双打比赛当中 这个揭发球的难度降低 因为发半台 但是对你这个揭发球的质量 就提出了更高要求 如果你质量不高 那么接下来第三板 还是轮到发球方来进攻 非常刁钻的斜线球 这一局跟这个第一局 有点一起同工之妙 马龙洗心准备如法炮制 又是落后逆境当中 开始追赶 樊振东 王主席要了暂停 王浩这边 临场指导 那时候也是在那 找个好适当中 说马龙洗心准备 软球里能 就是好脱肠 但下肢 那回来的时候 往往发球 那里在车上去 要比较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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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浴 就算是软了 所以他看我的这些软 对 轻点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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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如果毁摆的话 对吧 这发球的话 就算好 不行的话 就算好 不行的话 反正就算了 轻点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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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如果毁摆了的话 王浩对马龙对许昕 都非常的了解 曾经也并肩作战过多年 其实我们看就是 马龙从他的职业生涯 跟王浩的交手 马龙还占不到优势 稍处下风 所以当时几位顶尖高手之间 也是彼此有一些求风相克 好球 大家看现在这个樊仁东 这几年的进步非常明显 以往马龙是横在樊仁东面前的 一座大山 但是最近这两三年 樊仁东对马龙的战绩不错 这样樊仁东王储钦 是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就是许昕用挑打 但是樊仁东和王储钦就是在这一局 对于他们的这种防守之强大 确实让我们所有的球迷 充分领略到 就是樊仁东打回头 给你满手长的这个球 让它出现了 不好拉你就设计给前线 揭发球 白尔康发那个球 你如果觉得不好 就割他一个 就割他那个中间 他这个球可以往前稍微低一点 因为这个球 他一直去线这个长球 都不太戳得出去 都可以往前载 不信你的球材用正手 你从那载就 我刚刚要全是想戳 你就半球车用正手 让你回摆 投入地盘中台 这个没问题我觉得 好吧 你拿 因为许欣只要割住那个地方 是没有问题 还有什么 许欣 大拙那边 你看 钉短的地方比较多 我觉得可以 变得超级 第一局 逆不离那个球 其实考的可以 对于赞篇中间 让他挤一下 一边下 好不好 好 也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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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懒得发球是吗 融核 所有 的逻辑 weekly 各 shuts 现在我们又注意到 就是王主钦和樊城东这个组合 就给人的印象 现在很难打穿 他这种防守的功力很深厚 不容易打穿 相对来讲 就许鑫这边 他毕竟直板反守位还是有弱点 如果说马龙喜心 不能在前三板占的优势 这个球其实不好打 漂亮 哦 好 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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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也是马龙的刚才想积极地上手 对这种半出台球 在瞬间你必须要做出反应 好大 就这场比赛大家注意到 双方确实各有所长 马龙喜心还是强在前三板 但一旦尽相持 只要樊振东这一点很劲爆 王主卿的根板也相当的及时 胜负是在毫厘之间 这个球没有控制住 这板也是明显冒高了 虚心 加油 王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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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迁坡 虚心 处赢 他收入了 羚团 7比6 本次到一模拟赛 在男子单打的比赛当中 现在王楚清 和樊振东已经是提前杀入到了四强 王楚清是4比2 淘汰了上一战新乡战的冠军周启豪 樊振东4比1战胜了林高远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马龙也是在线路的变化 长短结合 突然一挑 这板其实已经比较追深 好 9比8 如果从双打的角度 那么在奥运会当中 韩国的一对组合 像郑融之李尚珠 这对组合还是有很强的实力 这对组合因为是多年在一块配队 两人的配合等同一人 其实从东京奥运会 假如要到这个男子团体 当然中国队是最强 可以说是头号热门 那么其他队伍呢 现在欧洲的德国队 三驾马车 老将波尔已经马上40 那么奥恰洛夫也30多 还有稍微年轻一点的 弗兰奇斯卡也接近30 这三人呢 就是说德国队还是有些老化 韩国的双打实力不俗 但是论单打的话呢 确实他们无人能撼动 樊振东 马龙这样的实力 日本呢 有一定的冲击能力 但是水果笋呢 是防守不错 年龄现在也偏大 进攻的实力不足 张本志和呢 有一定的冲击力 但是综合实力呢 还是显得单薄 所以从团体的角度呢 中国男团啊 这块金牌对于 中国队来讲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有把握 但现在这样的练兵呢 也是为了使得我们的 这个状态啊 能够调整到最佳 这样11比8 马龙许欣赢下了 关键的第三局 2比1领先 2比1领先 5个 黑2领先 1比1领先 1比4领先 2比1领先 2比3领先 2比3领先 2比4领先 2比3领先 3厘 但3把2领先 2领先 5领先 3领先 3领先 4领先 4领先 3领先 4领先 5领先 乒乓球项目 自从1988年进入到汉常奥运会 总共产生了32块金牌 那么这32块金牌当中呢 我们中国夺得了其中28块 尤其是从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那么双打改为团体 那么最近的08北京 12年伦敦和16年李约 中国兵团呢 是爆揽了所有的金牌 当之无愧啊 乒乓球 作为我们的国球 中国乒乓球队呢 是梦之队 那么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你有增加了混双的金牌 也就是说由四块变成五块 我们的目标呢 当然是力争要全部包揽 到里 到里 广主晴揭发球 下网 好的 反应非常敏捷 这个球呢 是压到了王楚清的反守位 看一下这一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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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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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哲冬王楚清呢是丝毫不落下风 但是论这个小球的控制细腻程度 包括变化上 还是这对老将更胜一筹 9比6 9比6 漂亮 就是在这一个阶段 我们看到马龙洗心 还是通过不断的变化 给樊振东 王楚清是带来压力 这样的话拿到赛点了 也是冠军点 因为双大比赛 采用的跟奥运会团体是一样 是五局三胜制 现在前面2比1领先又拿到冠军点了 好的 还是洗心的沙板 拿下了最后一分 11比6 这样马龙洗心 东京奥运会的中国男队的双打组合 笑到了最后 3比1 应该说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很显然陈启对马龙洗心的表现 还是比较满意的 陈启是04年雅典奥运会和马林搭档 获得奥运会的双打冠军 为什么说这个军呢 还是十分之一 感谢观看